走进公司看到一排排座位 椅子紧邻彼此 这是典型的办公室摆设 但在后疫情时代 这样的摆设或许即将改变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大多数公司采取远距工作 也让不少员工爱上在家上班 现在员工对于要回到办公室 提不起劲 为了让员工提高意愿进公司上班 许多企业开始重新设计办公室 希望让员工自己想要进公司 而不是被迫进公司 许多员工都表示 在家上班可以节省通勤时间 也可以穿着随性舒服工作 工作效率也会提高很多 在疫情爆发之前 许多员工都强调 希望能有多一点独立私人空间 这样不容易被同事打扰 因此有企业就打造一个大的开放空间 但周围有许多小型办公室 员工可以预定在里面单独工作 或是开小组会议 甚至有个像是图书馆概念的工作空间 甚至有的系业决定完全不要传统办公室 而是打造很多不同样式的办公空间 可以坐沙发或是高脚椅 全看当天心情而定 就连会议室也有所改变 不再是枯燥乏味的白墙 而是不同样貌 不同摆设 让员工在视讯的时候 背景可以多一些变化 来到后疫情时代许多企业都认为 未来的工作趋势将会是混合办公室 员工可以选择要进公司 或是在家远端工作 员工多了自由选择的机会 并且能提高工作效率 创造双赢局面 欢迎新闻孙玲 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